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徽五湖的刘洁 这是我的儿子刘永震 大家好 这一次我们非常感谢习牧主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儿子老婆 一家人待在一起 这种情景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那就没有 对 问一下谁是咱们的车主 那这是家人还是亲友 这是家人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妻子 他说我妹妹 你好 你和你爸一点都不像 不能这样说的 不能这样说的 让我问一下 当时买的是哪一款官制汽车呢 我们买的是官制三五门版 因为正好一家四口 可以坐下了对不对 对 经常出去留吗 我们一家三口 在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 对 干嘛分居了 不是分居 不是分居了 是因为工作啊 没办法要吃饭了 所以在三个地方呢 我们一多至少吧 要说女友的话呢 应该十二年前了吧 所以这次来我们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 而且朝夕相处好几天 所以我感觉到很欣慰 不管能不能拿到车 我们最大的生活应该是我们一家人 能够一起在一起待几天 真正地做到朝夕相处 你说儿子晚上陪我睡 这种记忆已经很远久了吧 那告诉一下我们今天您要开走哪一层的观之汽车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第二辆红色的车了 我们现在就想要第三辆 现在呢 这个车大 开它翻山越岭 我们这家人就经常出去玩呢 把以前的遗憾离不回来 希望你能够完成你们的梦想 那告诉我 有没有信心 上阵父子兵勇敢一起听 大哥还有这个小弟弟啊 这一家人真的是挺特别的 因为有很多的观众啊 或者是挑战者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他们都想要第六层的马沙拉蒂 可是唯有这一组挑战家庭 他们的梦想很简单 想带上自己的家人 带上家庭里面的那份幸福感 翻山越岭 那就让我们先请上舞台 让我们一起进入疯狂大爬梯 准备好了 现在是第一层自选题 这一层的汽车大奖是观志三GT 你们需要从八类题型中选择一类 告诉我你们的选择是 汽车比赛肯定选汽车 汽车 汽车 汽车类第一题 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规定高速公路上的最高时速是 A 90千米一小时 B 100千米一小时 C 80千米一小时 D 120千米一小时 80肯定不行 因为我开车嘛 我学过这个嘛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送的题对不对 对对对对 应该是5D 你们的答案是 正确的 好 这道题是送分题吗 而且你们的梦想在第三层 节目主肯定让第一层和第二层的 会简单一些 到第三层让你浑浑飞破灭 吓人吧 第二题 卡尔本慈是哪个品牌的创始人 A 奥迪 B 某马 C 奔驰 D 本田 本田肯定不对 是不是 那不一定 本田是日本车 日本车它不会叫个卡尔 它会叫泰兰山兰什么东西 我可以吧 了嘛 留留学了吗 奔驰应该到现在应该有百年历史 所以奔驰 对对对好我们选c 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答案是 正确的 正确 还挺厉害呀 第三题 请听题 这个交通标识是什么意思 A 单行路 B 停车让行